知名的汉翔公司在日月坛一间大饭店的引荐下 一同来到新一乡地利国小举办活动 首先由汉翔公司董事长与小朋友们分享经验后 再来由原品饭店业者指导全校同学 打造创意的杯子蛋糕 有的吃也有的玩 小朋友玩得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做这个东西是那个什么 是可以激发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能力 可以让自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我为什么想做这个 因为想到那个每次看飞机的时候 我都会往上看 然后我下面就有很多花 所以我看到飞机我也想做一个花 我觉得给孩子最大的启发呢 就是让孩子有不同的视野 因为面对未来的社会 不同的常常在变化 所以给孩子不同的视野 扩充他的学习经验 其实是对小学孩子一个很大的帮助 其中一位在汉翔公司任职的地理国小校友 周松涛也专程前来分享他的人生经历 鼓励自己部落的学童 能够和他一样认真来圆梦 我刚刚也是跟这些孩子讲说 当你小时候人生都要有一个梦想 那你要如何去达成 就是要有自己的坚定的意志 然后自己要有非常好的自信心 来去突破做这些事情 不要遇到一些挫折 不要说因为你在偏乡 然后学的不多 而放弃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汉翔公司也特别交挡学童来折止飞机 在比赛能够飞多远 引起学童对于飞行的兴趣之外 两个爱心企业的造访 更希望提供不一样的资源来丰富偏向的教育 选择地利国小 那去年其实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 主要是我们跟云品饭店 有非常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长期以来云品就是支持地利国小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就跟地利国小结缘 看到小朋友很可爱的笑容 然后他们的笑容其实也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更快乐 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 透过他们的分享 我觉得这些互动都是一个 一个很棒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经验 那也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同仁也能够做一些社会的参与 史清水议员 感谢汉翔公司来到地利国小分享经验 希望能够借此启发学生的兴趣 这次呢 我特别感谢我们汉翔航空公司 来到我们地利这个地方 来做一个一些这些活动 真的太好了 希望我们这些小朋友 我们看了以后呢 也能够呢 对这个航空方面呢 能够有更大的兴趣 两间爱心企业 所带来不一样的丰富课程 除了响应县府推动 一校一企业的政策以外 也确实让地利国小的孩童 提早过了一个充实 且好玩的儿童节 记者邱平利 新采访报道